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发掘自己口误之后 马上改过来 不过有网友表示 这不是口误 他说出了心里话 这段插曲是他思想的实际反应 这段插曲广受关注 还因为几天前 五角大楼向美国国会提交关于中共军力年度报告 其中以澳大利亚为例 说明中共采用经济胁迫手段 展示其扩张的野心 请不吝点赞订阅